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功能 帮我做出一个就是 类似那个所谓的那个 就是查询系统 应该不能叫查询系统 只是说把我要的 我要的业务人员帮我产生一个心得放过来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工作表的名称 绝对不能重复 因为如果你找小张一次 你再找一次同样的名称 他就出现错误了 所以我目前大家还没有做防呆 所以先把这个删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按下这个按钮 第一个我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功能 就是我要把小咪好了 OK 假设我要把小咪的 所有的资料呢 帮我独立出来 假如说你需要这样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跳出这个 这个叫Input Box OK Input Box 简单讲讲就是 跟使用者取的一个一个文字 那他丢给他 丢给他之后他做什么呢 他就帮我筛选 所以其实你录制聚集的时候 里面可以有一个 比如说根据那个 产生一个可能小咪 然后你可以做程式修改 那我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我丢给那个筛选 他帮我怎么样 针对这个范围里面 把小咪的资料帮我调出来 之后呢 我就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 要产生的话 其实语法很重要 第一个 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就 许次 有没有 点 add 然后后面 好像前面讲过 add后面呢 空一格 因为我要放到最后面 所以就是after 冒号等于 就是指的是参数 after冒号等于 等于哪一个呢 就最后那个 sheet 刮胡 sheet.com 后刮胡 意思就是说 帮我一直都塞到后面 不过这一行我建议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当成是一个需要记忆的一个 一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一定都放在最后面 习惯上 所以这一行你反正就固定 再来的话呢 名称要改成 input的这个小咪 怎么改呢 名称从重新命名还记得吧 sheet 最后那个sheet.com 点name 他的名称等于 输入这个名称 那我就自动呢 再把怎么呢 这个范围找到资料 copy到 新增的那个贴上 再切回来 就完成整个流程 我先demo一下 反正这个 其实程式真的有点长 而且其实还蛮花时间 另外呢 做错一点地方 可能你就要花时间去检查 所以 因为上课没办法给各位太多时间 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流程 回去 尽量多做练习 那尽量去找别的东西练习 你反正多做久了 慢慢习惯 而且你最后最好可以产生一个范本 那那个范本以后贴上改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东西不需要重写 像这种其实也可以贴上改就好了 因为很多地方都一模一样 ok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自动产生一个小咪 有没有 然后把东西贴过来 又自动往我切回去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单元05里面的问题 程式这个程式码里面 这边都有 那大概我们在做这个之前 其实先要做用利用筛选功能 的录制具体 那我刚刚讲的总共大概会有 1到9个动作 游标放在那个B2 这个B1 不一定B1 其实你放C1也可以 只要第一列上面都可以 所以大概就是筛选 然后把东西复制起来 新增的工作表贴上 然后栏宽调整一下 再切回原来工作表取消筛选 再游标放回到A1 所以如果你这些动作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大概会产生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我是已经把那个程式 直接做完的东西结果了 不过动作我看再把这个 录制具体 当然第一个 我再把这个重点做一下好了 首先第一个呢 我需要一个叫筛选 业务的这个 这个名称 那当然如果我先把这个移除掉 从今天再来过 首先第一个 如果录制具体我想大家同学都还 应该还OK 只是说把快速的把刚刚的动作做一下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 筛选业务的这些功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说先什么 游标放在B1 其实你放C1也可以 反正放第一列上都可以 资料 然后做筛选 然后呢 你就是在这边 把全选打勾取消小秘 好OK 或者另外如果你要关键是搜寻的话 你可以用包含 但录下来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主要是说那个包含他前后 会帮你加信号 那其实资料库 C1是person 就百分比 那个就是万用资源符号不太一样 但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他只要有中间的那个字串 他就帮你找出来 那我们先用这个打勾小秘 按确定 然后游标再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就是这个范围选取 然后再Add一个新的 把这个名称改成小秘 不过这边已经有小秘 那记得不能产生一样的名称 Enter的话会出错 所以怎么样 我干脆加个2好了 不然的话他一定会跳一个错误出来 但是你知道一下就好了 然后游标再把它贴上 其实点一下这个动作 他Range A1把它贴上 那篮宽不足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切到常用里面的这个 就是自动跳篮宽 不过其实如果你 将来录制的话 它是好像这个范围点什么Auto Fit 不过其实你只要 那记得那Colins点Auto Fit就可以了 甚至你将来再补上去 如果你录制没加 你将来自己再加个Colins点Auto Fit 就可以自动跳 其实结果会是一样的 然后再切回到问题05 记得最后因为现在是筛选状态 所以把筛选状态怎么样 把它取消恢复 那当然如果你要更贴心一点的话 应该是 游标再帮它放回到那个上面A1 不过如果你现在卷动这个 它又入好多行 那那些其实就可以删掉 游标放在A1 好 这样就OK了 OK之后的话就把 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聚集里面呢 就会有个筛选 有编辑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些就是刚刚卷动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看到这些 一定先删掉它 对不对 再来我的习惯是什么 把这些也删掉 那好像多这些东西 感觉不是很OK 然后所以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加注解 不过我建议是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其实可以把它直接删掉 像这个有没有 Selection Auto Filter 这边有一个Selection Auto Filter 其实后来我发现 这两行通通可以删除 为什么 因为这边已经有个Auto Filter 有没有 根据哪一栏给它什么关键字 那你这两行 其实你没加还没 加了反而更有事 为什么有时候它会变成说 你程式如果少一次切换的时候 它会变成说有 假设有的时候你忘了切 它就变成这样子 有的时候又切 就变成反而多一些状况 因为它一定有一次是有按 如果你少按的话 它变成上面这东西又出现在这里 怪怪的 OK 所以与其这样 导不如我建议吧 干脆以后看到这个录完的东西 这一行可以删掉 但如果你假设你不放心删掉 不晓得会怎么错误的话 我就建议你可以 在工具列上按右键编辑 可以把它注解 或者前面加单以后也可以 这一行 跟这一行 可以把它注解 意思就是说先放在这边参考一下 如果发现状况再把它改回来 我理论上应该是OK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你其实最重要你要查询的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就是一个 有没有 这个范围 Auto Filter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靠它 那后面还有哪些关键 Field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三是什么 根据哪一栏做查询 所以以后如果你把这边改成四的话 它就查到这产业别 OK所以有特别注意 其实这些 就是改一下就好了 以后也不用重录了 OK你就把它拿方 当范本直接拿来用 另外这个叫Criteria是参数 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这个是E还是L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有Criteria 2 什么时候会有2呢 就是说你在做筛选的时候 入字的时候 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文字筛选 它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假如你是用包含或者其他都可以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且 跟或 这边会有个Criteria 1 这边就有Criteria 2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有两个条件 不过我们现在录制刚刚是只有一个 所以只有一个Criteria 不过现在我们先简单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其实可以弄得更复杂一些些 可以做交集 也可以做联集 所以他如果你有用另外一个方法录制的话 他应该会有个Uploader 就是End或Over 他会问你说你是 是联集还是交集 那联集或交集一定会有两个条件 所以会有Criteria 1跟Criteria 2 OK 这是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我是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初期你先用这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假设已经产生小秘了 不过 这样把这个范围选取的话 有没有 Range 假设已经找到小秘了 然后呢 我把资料做选取贴过去的话 那这边的话 当然就第三 就是假设我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最后Copy 有没有 所以这四行实际上就是 做找到的那资料的选取 并且复制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Call过去 Call到哪里呢 Add 有没有 他这边Add After 这个我想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Shit 哪一个呢 刮弧 然后你就这边再一个Shit Shit 所以其实 这个刮弧里面是哪一个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我怎么知道哪一个 就是Shit.Cop 因为总共有几个就最后那一个 有没有 如果有两个 就是他回来就二了 就是意思就是在第二个的后面 如果三个就第三个后面 所以这样的叙述方法很重要 OK 所以这个如果以后 建议是可以把它记起来 因为这以后怎么打都是长这样子 那这来的话名称叫小蜜的话 这一行可以删掉 那最后那个名称重新命名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这边可以把这个去点看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双引号也不要了 意思是说最后那个叫做小蜜 OK 因为我刚刚是什么呢 小蜜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改 不过等一下记得 如果你要执行他 那个刚刚有那个小蜜的工作不要散掉 或者他会停在这里 跟你讲说名称已经存在了 你没办法重新命名成小蜜 OK 然后再怎么样 再来就是重新命名 然后接下来就是贴贴过去 所以这个后面 不过后面的这个注解自己打一下贴上 然后呢 Auto fill 自动调整篮宽 有没有 那这边他叫做selection Colens 不过我的习惯是记这样 Colens Auto fill 其实就是全部篮宽调整 其实你打Colens 打一个A 有没有 他其实也会出IU大概就出来 Auto Fits 这个就自动调篮宽 OK 所以 第六个动作 那最后的话切回到那个 我们的问题05 那就完成 其实copy mode 这个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可以不需要 游标再放到那个A1 好 那这样OK了 OK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要不OK 不过现在呢 我还没有做那个input box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试一下 执行这边 因为我刚才就把它拿掉 按一下 有了 有没有 小蜜就过来了 但是目前呢 只有小蜜 那可是问题 我希望再加input box 那怎么改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能就是要加一个input box 假如说我今天呢 请你帮我输入呢 那个业务姓名好了 所以呢 你就是加一个input input box 加box 刮胡 然后跟他讲说 请输入业务 业务名称之类的 在这边 就是自创 业务姓名 业务姓名 写输入 这样子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跳一个input box 那我一个x接收 那将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怎么样 改成x就好了 OK 那 这边的话其实就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自转 所以把它删掉 直接摆一个x就好 那他就怎么样呢 收到这个输入的 不过你特别注意哦 这个不能随便输 一定要里面有了 如果没有他就会找不到 找不到就会 好像也会帮你 但是就那个结果会是错误的 或者里面工作表是空的 那就把这个名称丢给他 他一样帮你把它查第三栏 然后一样就是 但这边也要改 有没有 不然的话又过来又是小命 所以把它改x 所以x的话 有一个 这个input进来的输入了嘛 丢给他 所以就把它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后面就查 跟 重新命名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应该没有改太多地方 其实我建议 慢慢要养成习惯 即便你程式不会闲 你先录一下 然后再慢慢去修正 修正到最佳化 至少啦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就可以变成一个查询系 我们来试一下哦 所以呢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怎样 再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 不过好像会有个问题 筛选他没有恢复 所以他筛选啊 那可能哦 这样讲起来应该是什么 这个 这个不要 但是这个可能一定要留 因为如果这个没有 啊 的话呢 他 他会变成说 他这个地方是有筛选啊 但是这个就没有恢复哦 所以可能这个呢 可以拿掉 啊 在这个 这个不能拿掉 OK 我应该这样OK哦 所以 把筛选恢复一下 我再试一下 所以 又多了一个那个 input 所以我刚刚呢 这个地方 可能这一行不能 然后我只有增加了 一个x哦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input box还蛮好用的 那我只有改这个 criteria1 跟name的部分 其他都没改 然后呢 我把它执行一下 看一下我OK 按一下 请输入那个 那这时候我不要找小蜜哦 我找那个 找小张好了 那他其实也会 一样的方法 帮我把小张找出来 按确定 OK 恢复 小张过来 OK 那等于是怎么样 你要捞谁的资料 很快就可以捞过去了 所以目前的话 我们是做一个叫 单次筛选的功能 但是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他自己下 好像有点麻烦 那所以待会一个 把这个可以改成批次的 批次就是你给一个清单 他反正全部跑完 全部就产生了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所以 这部分做完的话 大概长像这样 其他 细节我想自己再 慢慢把它补上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